知情知情 大哥OK嗎 剛剛好像問記者會像看到家人的冰箱 他哭花的霜震給他玩笑一下 我一哭就是鼻子跟眼睛會很紅的類型 現在就是連粉底跟蜜粉都蓋不掉 所以就很明顯架得出來哭過了這樣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小孩就想哭了 就是家人其實一直都是 就是心裡的一個 就是一個支柱 對也是一個支柱 然後他們都默默的在支持我 然後也沒有對我的工作 有什麼意見 甚至少是支持的 然後非常感謝他們 一路以來都是這麼的照顧我 然後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爸媽媽說哪一句話讓你特別感動 就是 就是 覺得比起 比起 比起 講話感覺是行動比較多 就像我剛剛有說 爸爸會偷偷在那邊錢貓放我的小卡 或是他房間裡面有給他的各種周邊 就像是我們之前的桌粒啊 或是未來上的扇子之類的 他都會放在他的房間裡 然後會看得到這樣 那像雲敬因為妳現在24歲 那妳的家人也是很支持妳 他們一直以來都很支持我 也知道我小時候就喜歡唱歌跳舞 然後他們一直都很支持我 就是也會給我很多鼓勵的話 其實每次我發完什麼跳影片 他們房間就一直出現音樂 但持續十分鐘看不膩 他說欸妳這個真的跳得很好 沒有進步 那妳十幾年大概幾歲啊 十四 十四 那妳課業的部分怎麼辦 就是還是要結果 因為我們練習時間都是 妳要放學晚上 所以早上還是要趕快去上學這樣 那會提妳五十八面 有時候 感覺上課會 所以下課會就是 小睡一下睡覺這樣 然後老師上課都會教我起 不小心睡著的 老師知道我執行的時候會比較累 所以他們也都給我很多鼓勵 還有很多包容 那很謝謝學校 謝謝老師 謝謝同學 那妳成績好嗎 不是有 在中間還是有在維持 因為 經濟人姊姊會教我理化 蛤 沒錯 其實妳要講嗎 台大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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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化很難 禮化很難 姐姐還會自己硬跑 對 好愛皮的喔 每次來公司都看到 整體就是這樣 那麼簡單的還不外補 耳外補 妳們剛才有說妳在報名比頭 不是在報名考太大了嗎 我上次還聽說 像我們經濟人姊姊說 就是那個 禮化比跳舞還簡單 因為禮化就是一個公式就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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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萱妳的學霸 也不算吧 就是 成績 因為我就是其實 從三十歲的時候 就已經進來演藝圈 然後到現在已經 有六年左右 你說七年左右 然後就是蠻習慣 就是一般 從事兼顧演藝事業 還有我的科研這樣 就是平常三十歲 就會更新的去上課 妳現在念哪裡呢 我現在是 台北吃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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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還好 就是兩邊的工作 就是都會 去分配 就是假如 呃 下午先去練 其中一邊的 然後晚上再來這邊 然後早上去上學 之類的 然後會有搶人去打針 然後 會不會很peace 這樣 子萱常常都在頭睡覺 喔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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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正大光明的睡 妳們都很愛睡覺 然後我就會趕快睡著 因為她補眠 因為我體力其實比較差一點 我小姐超過她睡著的 從去年就有 然後她都是因為操作在椅子上 那樣 暱稱睡美人 對對對 只需要這兩個團隊來說哪個比較重要 喔~~~ 對我來說兩個都非常的重要 不同的一對 我是問爸爸跟媽媽哪個標準啊 對啊 就是這個太不良 對我來說真的不一樣 那如果要做選擇的話假設有撞場怎麼辦 撞場 今天就撞場 對 那我就撞了 就是 我可能早 就是 先去那一場再去這一場 不行欸 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台灣 那就是看公司安排這樣 那雲丁妳會擔心她被比較嗎 因為妳14歲 另外還有一團也是 最美國中生 也是很冷靜 因為我們是 我跟那個 其他團有一些 跟我年紀比較相仿的 也都是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我們 其他要出道的這個消息 隔壁團的那個小熊的Vicky也有跟我支持 恭喜妳要出道 然後她還說 看著我們兩個一起進步 真的很感動 妳們想當最美國中生 對啊 妳們會想要搶這個頭寫 比較可愛 最可愛的頭寫 可以 可以 也不要最可愛 就是可愛的 可愛的 國中生 好弱喔 對啊 哪個國中生那麼可愛啊 又進步吧 軟蒙 軟蒙 軟蒙國中生 新的詞是不是 軟蒙 軟蒙 對最猛 不然妳可以當最吵國中生 最吵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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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有時候翻譯了嗎 在想說到情書 我記得 我覺得 就是還好 因為我們學校比較是 讀書比較多 大家都各自己要忙的事情 是嗎 我們不是說妳在學校 學校會睡到 就是讀到睡著嗎 我們都一起來都是情書 沒有 有人在買早財嗎 沒有 沒有 有人偷親妳嗎 還在睡著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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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過情書嗎 是有 喔 最入骨的告白是什麼 常常有一些是 完全不認識的人 沒關係 請出是不認識啊 不會出發 對啊 看到說什麼 看到妳就像看到什麼 太陽說了 好單純喔 就是 善意的拒絕 善意的拒絕 拒絕 賞她一把掌嗎 這不叫善意 迴旋踢 就是喔 我現在 沒有人上台的 就還有客業跟事業 跟姊姊們帶在一起就走 很成熟 是因為不是妳的菜嗎 沒有 是嗎 還是妳不是單身 但是現在就真的完全不認識 就是要有接觸才會有 然後適不適合 家人會讓妳談判嗎 應該不可能 公司有經愛戀嗎 沒有 沒有 搖頭耶 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特別的規定 但是還是會 有點像老師跟學生這樣說 不可以談戀愛喔 這樣就是 會比較擔心 因為大家年紀都比較小 你們會理她嗎 還假裝沒提到 沒有 其實是因為現在就很熟 然後 大家還有學生的身分 真的其實已經有點忙不過來了 對 然後其實每天這樣已經 精神很疲憊 我覺得團雲給我的愛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其他的東西 不是可是在學校 就是男生比較常接觸 情動出開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在學校 可能因為我們現在剛出道 所以我們 還是希望就是走動在我們的中間 可是我們在小學沒有很熟 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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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被霸凌嗎 還是 就是會有平衡的溝通 但是就是不會特別好 所以妳沒有交心留在同學 可能她因為都在忙工作 就是因為我們都工作 要請假什麼 但同學還是都對我們好 有時候就會跟我說 那天有什麼筆記啊 沒有補他就直接拿給我 那有人會寫棉學 有沒有走到你們半生 就這樣 偏方像出道一種話 沒有 目前還沒有 希望也不要有 哈哈 你們六個閒心 受男生歡迎 謝謝他們歡迎 好我要最好 我們好像 沒有接觸到什麼 都還好 對因為感覺大家都 覺得我們是小朋友的感覺 就是不認識的 他會覺得我們年紀好像都很小啊 然後就是 我們就是 對就是 我們會有特別的 比較會是去照顧小朋友的感覺這樣 所以全員的戀愛經驗都是零嗎 太單身了 我們這邊大家都蠻小 我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 你是女孩單身 沒有 十四歲了 啊 沒有 十四歲不能拍戀愛喔 國小大家都是都是好朋友 國中就 常常就來光 那誰有經驗 對啊誰有經驗 對啊誰有經驗 我們跟動漫 我們跟動漫 沒有 沒有人要承認 姿景家都沒有講話 你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不是 沒有我們喜歡看動漫 然後我們都會 繼續收集那個桌面 沒有要聽這個 沒有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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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興趣嗎 沒有跟真人 對真人 紫萱吧 紫萱吧 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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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都很暗 真的沒有時間 全部都是母胎單身 隊長會講話 我其實很喜歡 TST的吹來劍 就是看你的 你跟他談戀愛 我要談戀愛 我自己喜歡誰 從前 真的理想戀 真的理想戀 請大家都知道 我每天都每天的 他會傳他的 那個影片給我看 所以我們可以解決 你們全有母胎單身 對啊 你們沒有回答這一點 確定喔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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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都在嘴型 真的 我們都沒有人回答 不能說謊 對啊 隊長你 隊長你再聽回答 聽爆料 就是學生時期有過 哦 有 學生時期有過 對啊 你們第一天 我們不是第一天 我已經三歲了這樣 都會啊難怪 但其實我覺得 呃之前的戀愛經驗 確實有幫助到 不管是在演戲上 或是歌唱上的情緒 是真的有幫助的 對 但是妹妹還是不可以談戀愛 哦 欸 一定談戀愛 就別人談戀愛 現在有工作不行了 以前那時候還沒有出道 談過幾段戀愛 呃大概兩段 就是學生高中時期 國高中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分手啊 嗯 就是磨合下來 覺得不太適合對方 所以就 和平分手這樣 沒有被批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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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要選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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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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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幹嘛 哈哈 那先分享一下自己理想心 好了 好啊 這樣沒問題 我可以分享我的理想心 就是因為我真的很愛看那個 偶像劇 沒錯 所以我就是 還會 對 換小 然後就看了 就是很帥啊 然後很高 學霸那種類型 你們一開始很冷漠 然後呢 就是 好細節 然後就是 在女主的熱情 給打動那種 絕情 對 加一個紫綺 我是感覺派 哦 哦 沒有零三十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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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感覺 才很有那種感覺 哦 哦 我們還不喜歡 還不喜歡 帥的 帥的 蔡陳柚是不是 對 你這個很喜歡 他這個最新的 最新的 超活了 OK 好 蘇玉 我剛剛有講到就是 傑西的車輪劇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認真努力的類型 然後個性 平時對大家也都非常好 不管是對工作人或是對團體 你剛剛很爽是不是 很了解 都是一定要的 我非常了解他這樣 然後每次都會被他的舞台魅力給吸引 是真的很厲害 OK 視頻 我覺得我喜歡這種 陽光型 笑起來很 就是會讓人 心情很好 那種感覺 我真的超看笑起來怎麼樣 笑容好 對對對 所以你喜歡紫萱 啊 啊 因為我真的是超愛看動漫的人 所以我喜歡 五條舞 還可以 還可以 我嗎 五條舞 平日展開 蘇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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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主要是問你 蘇玉左 是你的猜獄 他也是五條舞啊 他也是我 他也是我 他也是平日展開 沒關係 沒關係 那雲濟 我現在是虛光派 哦 哦 對 他給我交錯看 我沒有 沒有 他是一個 演藝圈很厲害的前輩 會像他學 讚 那我們最後講一下 因為今天出道嘛 有沒有什麼 還有就是 今天很感動的地方 來從雲濟開始 嗯就是 我們能有 就是出道這一天 也要謝謝很多人 真的謝謝很多人 粉絲們啊 工作人員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今天 這樣這個 幽靈水晶這個團體 能夠出道 謝謝大家 其實一年前的今天 我們在錄節目 所以一年後 對 我們第一個舞台 所以一年後 能出道 我真的是滿感動的 然後也很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團員們 謝謝你們 我們一起走到現在 耶 我們還要一起走很久 嗯 沒錯 那我也要同樣感謝 就是我們的粉絲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 木製計畫成功 也是真的是粉絲功 然後包括我的家人 然後還有我的團員 還有很多 其實好朋友也都給我很多主 就 平常他們可能沒有特別關 就是特別關照說 你們團體現在怎麼樣 但是 我們昨天發單曲之後 大家都 私訊我 說 啊可惜嗎發單曲 這樣 我就很暖心 嗯 然後 其實 從之前 看到學秀一直到現在 然後 一直想要有一個 自己的團體 就是 屬於一個 有地歸屬感的地方 然後 今天這個 成真了 所以其實非常的感動 然後也很感謝大家 有一點點 但是我在忍住 就是 看著大家 從出舞台去年 一直 進步努力練習到現在 然後之後 也會繼續更加努力 變成更好的幽靈水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我覺得我真的 要感謝我的粉絲 就是其實大家都陪伴我滿久的了 然後 從 半舊以前到現在 然後一直 到每個舞台都 基本上都會跟著我們 然後幫我們拍攝啊 今天影片什麼 真的很感謝 那謝謝 真的很謝謝工作人員們 就是 大家對我們都超級超級好 就是 能夠真心的感受到大家的用心 然後也真的很謝謝成員們 就是覺得 大家都很好相處 就是 從一年前 然後 一開始認識 就很快我們就變得很好 到現在大家都是 彼此擔心的 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也很開心 我們這次能夠 就是 以Freaky Girl 然後全新的單曲 然後去 輸到 真的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謝謝 謝謝粉絲 然後還有世界上所有幫助過我們的 OK 然後 KL今天 就是真的很感謝 然後 希望大家未來可以繼續多多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讓你們看到更好的我們 謝謝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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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